原萨尔瓦多国家图书馆校 国家的图书馆 项目用地正处于圣萨尔瓦多市最核心地带 与大教堂分裂国家工两翼 形成严整的东西轴线 北侧人民广场兼具重要的集会属性 令这座图书馆承载着萨尔瓦多的历史记忆 使其具有历史与空间的独特坐标 面对于此 方案以庄重的对称格局予以回应 并通过简洁易读的建筑形体 使其凸显于周边略显凌乱的城市氛围 而相对圆润的柔和体态 又将四面紧连道路的窘迫加以化解 同时 本方案以独特的蝴蝶形布局统领全局 面向广场的一侧形成巨大的开场 向打开的书本更似迎客之怀抱 这种开放性 一概传统维和式布局的封闭感 也避免了平行双楼布局的压迫感 因地质疑地取得包容开阔的主入口环境 令前场空间成为广场活动的延伸 逐级抬升的阶梯形象 隐喻着文明的进步 已化解了宏大的进驻尺度 令其于广场面呈现出谦逊清河的形象 形体向南至北 适度倾斜 照应两侧至中央的内收走势 在东侧观之 形成严整而协调的城市天际线 公众的图书馆 在紧张的用地条件下 本方案立足任务书中规范功能 首先将档案馆与图书馆两块功能 通过前后及数项适度分离 库房部分底部集中 再将诸如大礼堂等独立功能 合理调整于底层布置 减少相互流线交叉 并兼顾输散需求 在此基础上 自外而内地营造出文化建筑 丰富而亲切的城市公共空间 多首层设计是充分尊重地形 南北高差的有力之举 一层由南侧平静 二层自北侧抬高 错动的标高关系 令两侧人流能自由进入建筑底部 与城市充分交接 二层室外环廊更是令人流连的驻足平台 叠形布局为图书馆内部带来独特的中庭空间 各层围绕中庭呈U形设置阅读区域 中美洲的热带阳光自高侧窗散入 为读者提供均匀的自然光照 更为北侧开放区营造剧场式观景体验 斜坡顶点的空中观景厅 更是矗立山巒之巅的点睛之笔 配合两亿屋顶阶梯化展开的露台花园 正与北侧大教堂遥遥兴旺 呈现出多文化融合的独特运文 这是一座面向公众的现代读书馆 柔和耐久的设计语言 令其展现出历久弥新的运文 其层次变化与国家工的尺度相呼应 历史与未来相互照应 海浪之洞事 礁石之沉稳 玛雅之文明 共同构成它的设计源泉 正是此地独有的人文风光 未来 原萨尔瓦多国家图书馆项目 将展示两国人民对全新建筑品质 与美好人们关怀的一致追求 它的建成是忠赞永逸的又一见证 两国由此外进 崭新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永途 崭新明天